它本来提供的功能是只有网页 后来又增加一个所谓的CSV 这个CSV就非常好 因为网路上其实还蛮提供还蛮多的CSV的 开放资料 也就是你将来如果说你要开放资料 给别人去抓取资料的话 其实相当简单 也就像台北市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 他提供一堆的开放资料 提供给你一些RAWDATA RAWDATA它大部分存档格式很多是CSV 或者是JSON 或者是XML 像这种格式的档案 最常见的就是CSV 如果你要产生的话 也可以透过这边来做 也就是说你这边可以把它改成CSV 其实你会发现好像好像没什么变 不过后来看一下 它这个网址其实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 你会发现吧 最后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CSV 它原来好像等于True 所以 这个好像可以抓到一个 那你想说如果等于CSV 跟没有等于CSV 有哪些差别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这个CSV 假设说你今天把那个CSV直接贴上 按Enter的话 它会变成说什么呢 它会把这一个CSV档 直接就下载下来了 那也就是说呢 你未来如果要抓取它的话 如果要用Excel来抓取它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们也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你要抓的话 其实呢可以 像我刚才把入字聚集 然后这边也许说更新资料 假设我这边改一个 名称叫做更新资料 那但是更新资料我用CSV 也加一个CSV 按确定 好 那录制的方式特别注意哦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一 资料我们刚刚从围 对不对 不过呢 特别注意哦 CSV的话 请你改下面这个 从文字档 诶 这边有CSV 其实呢 CSV就是有逗点的文字档 只是它副档名是点CSV 二的话呢 档案名称 当然它可以从你电脑里面抓 也可以从网路上抓 所以呢 关键的地方来了 就是从文字档之后的话 请你把刚刚那个档 那个URL路径 贴到这里就OK了 那也就是说呢 它会直接去网路上抓那个档案 也就是那个档案是从网路上捞下来的哦 OK 所以这边有没有支援HT 有 OK 所以把它贴上就这一串 等于CSV 但前面一定是HTTPs 或HTTP 然后你把它按开启 这个时候它会到网路上去找这个档 开启 开启 所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出现了 你会发现这个就资料抛析了 因为它是逗点嘛 所以这边的话按下一步 而且它更厉害是说 它会自动帮你找到对的就是编码方式 不会乱吗 因为Google提供的是unicode 所以是UTU 然后按下一步 有 这边要打勾 资料有标志 OK 现在这个可能不要漏掉 下一步 然后逗点隔开 没有没有 逗点隔开 然后按下一步 那这边就不用改了 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 其他的的话就用预设的 好 放哪里 放A1 然后按确定 好 下载OK了 甚至比刚刚网页更方便 还不用什么 三列 三栏 还要再自动调栏宽 直接一次就到位了